四十年的柚子茶了嗎? 對,它竟然是這樣 四十年就一顆四千塊 五十年一顆五千塊 所以這顆是四十年 這最期滿的 那一定要四十年以上才能喝 才夠老的 而且它已經不是 它就是剪下來都是茶粉的 對啊 它這是 柚子、中藥跟茶 以前客家人這裡就當藥 可是因為我沒有看過鴨這麼扁的啦 我之前看到都是一個像 對大大的那個 果實柚子的形狀 它這裡不是鴨它就是慢慢老了 它就是這樣一直縮了 好特別喔 今天要從柚子茶開始 不是,我把它剪下來等一下喝 因為你沒有預備好 你等一下喝到一半一個 我要停下來 所以我要提早到 我就說要把這個 我還有特別的工具 好 這個